乘风破浪的姐姐爆火 观众戏称新风作浪的姑奶奶 近日,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如约而至 两期下来节目火爆异常 收视率持续飙升 很多网友戏称节目为新风作浪的姑奶奶们 之前的女团选秀类节目 都是一群乖巧可爱的小女生 她们需要配合节目组 讨好观众和粉丝 在镜头前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说错话 但是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情况两极反转 节目邀请的30位姐姐都是在娱乐圈 有一定地位的大佬级人物 什么正式没见过 这也就是为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好看的原因 除了能看到精彩的表演 台下姐姐们的家长了一段 相互的互动也特别有趣 真实又好笑 很多网友在看完第一期节目后都觉得意犹未尽 据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加更了 网友们直言自己看完节目后 好像也没那么怕老了 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将明星们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了观众